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阿莱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万峰老师 欢迎万峰老师 爱情保力战 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和分享 先看一看第一对男女主人公 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困惑 我是阮氏秋和 是一个越南的小姑娘 之所以来中国学习 本来是跟着一个 我和我爱恋起两个男生一起来的 我在8090的舞台上 就收到他对我感情的答案 就是说 我对他永远没有结果的 那时 我很希望 也在那时 有另外一个男生 就走进我的世界 他就是软德音 我和他 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相恋 刚开始觉得软德音 可能很适合我 他慢慢的接触 我觉得 他好像跟我千万不一样 我总觉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心里总不到我这来 他只要求我 一心一意地跟着他 和我心里 总是有另外一个男生的影子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累 我很爱他 我很喜欢他 现在我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最痛苦的 到底是爱你 还是爱他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对 来自越南的恋人 来 掌声有请两位 男主人公 软德音 男22岁 越南 留学生 女主人公 软氏秋德 22岁 越南 留学生 小博 请两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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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片子出来的时候 现场有很多的女生 就在那尖叫 觉得她帅吗 帅 你们喜欢她吗 喜欢 坏了 就是这个 有没有感受过 就是那么多的女生 看着你说喜欢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知道为什么要给你 来一个这个仪式吗 不知道 希望你自信一点 我看你们这个 好像特别苦情 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小片里说 好像谈了 暗恋了 七年还是八年的男的 是七年的 那个男生你认识是吧 我认识 我们本来就是高中同学 然后一起来到中国学习 当时都从来没有跟他表白过 我对他的感情 当到那个六月份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有足够的勇气 跟他表白 但是就却收到意外的一个答案 答案是 能不要说吗 不想说 他拒绝了你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我就已经努力那么多年 然后已经为了他放弃了很多事 然后突然就觉得我的童话世界 我的所有的梦想突然就碰了 就碎了 那个男生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一个女孩子暗恋七年 七年 我也只想过 他比起来他可能没有好吧 我觉得 他有好吗 我觉得 那个 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别急啊 别急啊 兄弟 咱慢慢来 其实你早就喜欢他 对 那时候他 他很需要一个一号 对 我应该 我应该 在他身边 你太棒了 你这不叫程序而入 叫审时夺时 这才好 后来呢 然后 在一起一段时间 我也为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 我喜欢他 我很爱他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 但是 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 他可能心里 还是忘不了他以前的那段 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但是 你不是说 你会 会帮我 就越过那段感情 让我能开始新的生活 我会帮你的 我肯定会帮你的 但是 我忍耐也有限度 我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器器 怎么可能 就说 我现在 他不习惯我 然后 说让我 让我弯掉他 我就可以弯掉他了呀 我绝对不会那样做的 那我 我为你付出的 我喜欢你 我为你做的 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他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要 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怎么才在一起 几个月 我怎么可能把 就 短短在几个月 就把那个 气年的感情 全都给弯掉的呀 但是我真的 真的爱你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接受他的爱吗 我接受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如果 我不喜欢他的话 我就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不会跟他在一起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有一个人 在身边 很开心 很开心 我也希望你开心 我所为你说 我都希望你开心 那现在有什么 受不了呢 我希望是 你能 忘掉他 你真正的 来到我身边 我都喜欢他 那么多年了 我怎么可以这样的呀 我问一个问题 好不好 如果你的前男友 突然发现 这个女孩子太好了 暗恋我七年 对 其实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错过了你 我们俩可以在一起吗 他不会这样说的 如果他说呢 他已经明确地拒绝我了 秋和如果他这样说 你会选择他吗 现在 今时今日 你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之后 你会拳责他吗 我都在他身边七年了 但是你还会说吗 如果他说呢 如果他说你会跟他走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现在特别了解你的心情 我知道你的感受 为什么会那么强烈 来 丘比特别选 听听专家的说法 丘比特别选 我想说一句 你可以说 他是我的朋友 以这样的身份的 你可以去帮他 但是恰恰就是这一点 将会葬送你下一段爱情 你知道你的性格吗 你的性格属于是 悲情浪漫者 如果没有断言错的话 从你心理测试当中 可以看出来 你这一辈子就有可能 为情所困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及时地走出来 否则的话 下一段悲剧还在等着你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一辈子就只有一个梦想 就能有一个在我身边 就两个人相爱着的 难道 要回到现实 要回到现实 如果你不回到现实 永远回到你自己的精神世界 你那时候叫悲情 你知道吗 我非常理解你 同情你 你的内心感受 对感情的需要 比谁都强烈 但是我希望 你能稍稍地回来 稍稍多一点理性和自制 因为你太情绪化了 你难以自控 难道童话永远不能成真的吗 童话就是童话 现实就是现实 童话 我可以 另一个童话 但我学校时间的 我给你时间 我可以的 首先 跟男孩子说 女孩子能遇到你其他的福气 第二句话跟女孩说 你1907年的那个男孩 对你来说 就好像你每天放学 路过一个很大的一个 时装品牌的橱窗 里面挂了一件非常贵 非常漂亮的晚礼服 你每天上下去 都会路过那个橱窗 非常喜欢 暗自发誓 有一天 等我挣到钱 我一定要买下它 穿在自己身上 转眼七年过去了 你突然发现 这件衣服被别人买走了 你很失落 我理解 生活像被抽空了一样 但是你知不知道 那件晚礼服 如果你真的买回来 它不过就是你柜子 被你积压在底下的那一件而已 不过就是 跟其他晚礼服没有任何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不买回来 如果你不牵手的话 你怎么能知道 那个礼服是否真的不适合你呢 听我说 拥有了 你才会觉得 它这么普通 其实那个梦的破碎 还不如现在 你认为它不普通 小伙子 你操之过急 这个姑娘呢 还没长大 她还处于青春期的幻想当中 我很赞成阿莱老师说的 小姑娘 你十五岁 你喜欢这个男生 你想想 那时候的感觉 是多么的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不靠谱啊 多么的不可靠啊 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但是我那时只是觉得 那个别人也许这么大 但是我会以我的努力 然后也许会创造一个奇迹 对 我告诉你 这奇迹没有了 这个童话 它来给你实现 你想要青蛙 那个童话没了 姑娘 你真的不要后悔 你这个少女时代 十五岁的少女时代的爱 是最纯洁的 最纯真的 最可爱的 但是也是最不可靠的 你都过七年八年了 人家没有接受你 你还在拼命地忽悠自己 用中国话说啊 你在欺骗自己 你在忽悠自己 哎呦 我还等着 也许奇迹会出现 所以刚才人家问你 主持人问 你还爱他吗 你一直说不出来 你喜欢他吗 没有说爱 说喜欢他吗 你都说不出来 但是另外一点反应 一点反应什么呢 你比较自私 你光考虑自己的感受 小伙子陪伴着你 很愉快很高兴 你完全没考虑 小伙子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 出去一时就看到很多女孩 他们都有一个 在 就在身边一个男孩 难道我不能得到 男嘉宾的感受吗 可以啊 可以得到啊 我不是说可以得到吗 但是你是不是爱 你现在判断不出来 连喜欢不喜欢 你都很难判断 没关系 你要给他时间 知道吗 小伙子 其实就是当我扮演成 那个男生问你的时候 当你哭泣的那一瞬间 我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不过真的 我觉得小伙子不错 我问你一个问题 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希望当那个 下一个环节结束的时候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给你一些思考的时间 今天你的身上 有两样东西 是非常夺目的 一件是你的晚礼服 一件是你戴在 井上的项链 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 必须要摘掉 A是你的项链 B是你的晚礼服 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题 考虑清楚 再回答我 来 旁观者清 我是秋和的好朋友 秋和他中文说的 大家可能听到了 并不是表达的非常流利 所以说呢 他有的时候我会问他 用不用你教我越南语 然后我教你中文 这个时候 他拿过来的第一个单词 我以为是你好之类的中文 但实际上是阮德英的名字 真的吗 对 乐不乐 真的 好 谢谢清友团 来 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选择 我觉得 A还是B B是B 不忍习 我自己的答案 C是什么 一件都不能拆 这个项链还给我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项链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还给我 你不要不讲道理 你还给我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不是一套了 你还给我 你不要不讲道理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项链 你还给我 你 我给你这个 你还给我 不行 他们俩已经成了一套了 录完节目之后 你要还给我吗 录完节目之后 你要还给我吗 要 要吗 要 要吗 要 人在迫不得已 或者在一个规定情境里面 是不是要做一些 很痛的决定 这就好像你那个男朋友 他走了就不会再来 我为什么给你 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那就是你身上的一条项链 而这个男人 其实是你的顽礼服 顽礼服是不能在 这个现场脱下来的 项链是随时可以拿下来 你男朋友说的多好 我可以把这条手链 给你做项链 你还在想什么 人确实不是机器 人确实不是机器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 会克制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尊重你现在的男朋友 请你克制你曾经 对那个男人的感情 不要再让他肆意横流 出来伤害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来 黄金60秒 两位青年的表情 你开始吧 德燕 什么说的 其实我刚才有点生气 什么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我挺担心你的 我不管以后怎么样 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让你幸福 我也刚才你说一样的句话 我可以成为你 你另一个童话 好美啊 求和 我听你说你能变成我另外一个童话 心里真的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童话 可能会永远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许我永远不能忘掉 也许某一天 我以前喜欢的一个同学 如果他出事了 他给我电话 打电话 我可能也是在第一时间去帮助他 那你作为我下一个童话 你能允许我这样吗 我会给你时间的 给我们两个时间 好美的爱情 这场其实特别感动 被两个那么对爱情执着的年轻人感动 七年挥不去 爱你 付出一切 然后真的好感动 爱的多 付出的就一定多 爱的少 付出的就一定少 爱情很少有那么 很少有定律 但是大概这是一条铁律 因为爱 所以不求回报 因为不求回报 所以在外人看来 你付出的会更多 两位年轻人 请你们回到原点 请回 请关门 念念不忘 暗恋了七年的男友 这是女孩子内心的独白 我真的很爱你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被敲定下来 并且往前走 这是男生的心愿 在这一刻 大家心里对他们祝福吗 你觉得他们要不要订婚呢 来 请各位选择 请选择 好吗 现场72.73%的朋友们说 要分手 说分手的恐怕都是那些惊叫的 你们终于有机会了 好了 那他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各位 五 四 请开门 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对对镜头 我会给你时间的 我会等你呢 会给他时间 你会等他 我会等他 我想说 也许这个结果才是理性而理智的 今天如果 你心 你爱的那位姑娘 走到这儿来接受了那枚戒指 或许我倒觉得心里不踏实 希望你好好爱她 就像余老师和万老师说的 用你们真诚去打动 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 为爱而努力的小伙伴 谢谢 谢谢 清辉 谢谢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心理 跟他订婚 因为两个人毕竟才 从九月份才开始有恋爱的 到现在只有三个月的 我还不是完全地了解他 而且他现在也不是完全地了解我 而且我现在心里还不能 就把我以前的一段感情给放下 所以现在如果订婚的话 恐怕就太早了 那我们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碰到了什么了呢 要跟大家说 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 存在的最大障碍 也是一国 我是陶飞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 我的爱人叫郑燕梅 她是中国人 我们在五年之前 在网上认识的 陶飞这个人 第一点比较细心 而且特别爱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挺互补的 我特别喜欢她的温柔 我愿意跟她过一辈子 想给她做饭 为了她 我什么都可以我想做 但是她有一点就是要不能忍受的 就是特别懒 而且时间观点特别差 我们家里人对我的一些压力也是挺大的 我真正的希望她们真正的心理上能接受我们 祝福我们 主要其实还是经济上的 她刚刚毕业 一年吧 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家里啊 什么这些费用都是我来支撑的 所以我心里上面 而且面子上 肯定女人在养活男人 觉得面子上特别过勇气 我会努力工作 为了我们的未来和美好的生活 因为我是一个口口的男人 一段爱情面对那么多的问题 如何来保卫呢 掌声请出我们的男女主人公 有请两位 男主人公 陶飞35岁 孟加拉 美术老师 年收入10万 女主人公 郑雁梅 28岁 来自北京 私营公司 年收入10万 来 请两位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陶飞好 我们俩都很领抱好 林曼好 男的大家好 这男人可爱吗 有点像小孩一样 挺可爱 喜欢他就喜欢他像小孩吧 也有一点这因素 OK 你们俩听说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是吧 在小片里说 其实只是聊过一两次 也不算是人的网络 后来怎么就从网络 到了现实生活里了呢 他请我去书舍里 然后就做饭给我吃 做的什么饭 咖喱饭 然后呢 我觉得挺好吃的 等于一个女网友 你跟他见面 你采用的是展示厨艺是吧 对 真好到的时候 就吃饭的时候 而且我真不知道 他就过来那时候 所以我就是说 那就一起吃饭 然后他就同意了 那我没办法 我也不能说就是 我不给你吃啊 你好无奋呀 我已经坐进去了 然后他就端过来忙 我不吃吗 肯定要吃的 你是不是被他那碗饭 就把那个咖喱饭 就把你给迷惑了 有一点嘛 有一点 我觉得我就从来没有吃过 那个就是西餐 或者别的什么这些食物 你从来没吃过西餐啊 不是 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嘛 这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父母 一定要带自己的女儿 早点去西餐 有没有咖喱饭 就会让你们女儿飞了 西餐跟孟战老板有不一样的 就是孟战老板不是西餐 所以反正他没吃过 我肯定他嘛 以前没吃过 对不对 好非你是特会做饭吗 我其实是 我来中国以后开始做饭的 以前不会 他做饭 他说要给你做一辈子饭 我看在那个小片里 他是那种跟你在一起 要给你做饭 但我吃不了一辈子 什么呀 这个有原因的 什么叫吃不了一辈子 我吃完了 他他做饭很难吃 其实是他不会做饭 这个是说话 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一出来 让我们觉得他很开朗 然后好像很喜欢居家的一个男人 我那时候也比较内向 对 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居家 他比较喜欢那种生活的那种 小情调这些的 就是说他会把那个厨房 什么打理得特别干净 不不不不都是我来弄 他从来不收拾厨房 他只是做 只是做 然后给你招他完了 然后你就打扫一下 谁说的 他那碗都可以放 一个星期吃完了 就往那一放 不可能吧 真的 这特别难以忍受 那个水盆都是黑的 然后打扫起的特别难 哪有一个星期 他太夸张了说的 那我们应该先拍夜卫CR来看一下 行 下次 挺幸福的 来评价一下 评价一下这个男人 算是一个勤快的男人 懒惰的男人 居家的男人 好男人等等等等 评价一下 比较懒惰的 而且时间观念特别差 什么呀 真的 他从来没有时间观念 你跟他说一件事情 他可以给你拖了一个星期以后 你先别急 什么呀 你先别急 对 咱先听他说 观众们都看得出来 谁懒 你看你现在变成这样 我就那样 我小时候就 为什么 因为就是 我不是很懒 很辛苦的安持时间做事 你那就是知道睡觉 所以 那我工作的时候效率很快 所以我有时间睡觉 能快吗 好 两位 我还是问小梅一个问题吧 觉得特别趣是吧 你说他又懒 又没有时间观念 那你爱他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的人生观 或者是说 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认识 比较相似的地方很多 我看那个VCR里 好像也说到了 说这个 你养过他一年 其实不叫养 就是资助 也不能说资助 就是帮助 反正就是说 他用了你一年的钱 是吧 对 你觉得没面子 这个肯定的 那时候 我刚毕业 为了他 我留住在北京 所以就一年 可能就没有收入 见过他父母吗 见过 怎么样 还好 都很好 对 都很好 虽然对我 开始的时候 有意见 到现在 也有点矛盾 但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 这个对你有什么意见 开始的时候 绝对不能 接受 现在呢 现在也没怎么见 也就是说 家里的族意很大 是吧 对 你会听你父母的话吗 我很尊重他们 你未来的丈母娘 这丈母娘什么意思吗 就是她的母亲 本来今天要来现场 但是还要到国外去旅行 对 所以 她通过镜头 有一些话要表达 看一看 燕梅的母亲怎么说 我第一眼一看见 我就 我就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我说 我说想 我这九十三 我没谈个朋友 怎么找个这么两个朋友 再说 我第一反应就是 人 就是个太矮了 人又黑 上我们家来 我就不给她开门 她在大学当老师吧 一个月她 几千块钱吧 可能生活有困难 房子啊什么 都还靠我女儿 给她提供 我现在最担心 她要结了婚 如果要那个 对我女儿不好了 再生孩子 她要跑了 我上哪找她去 这个婚姻我不同意 外报的问题 我们不说了 你接受就好 妈妈说 其实妈妈提出了两点 一个可能是物质上的问题 就是现实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其实说 如果这个婚姻有变 她要跑了 你真是 到哪儿去找她去 我觉得 既然可以跨越了 国界和文化 那就值得我去坚持 我明白了 只要你妈不出来说话 你就觉得问题多多 你妈一说话 你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是吧 来 求比特问卷 看看张家怎么说 陶飞是这样 告诉我 这个燕梅和你们 孟加拉本国的女孩 有什么不同 我们孟加拉国的女孩 是比较难 中国女孩子很能干 基本上来说 能干这个是最重要 我 你是要 不太喜欢 你一个中国人 我都回家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 能干的意思 就是他们不会 天天 带着在家里 什么都不干 燕梅觉得 陶飞和其他男人 有什么不同 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对 她比较开玩笑 什么这些 就是比较幽默 然后 陶飞浪漫吗 她平时很少做这些事情 我都有时候觉得 她好像不太爱我 就是这种感觉 什么呀 我 我为什么不够浪漫 因为浪费时间 慢慢做事 这个不是 你刚才说 我那么 什么 那么 那个 你这是借口 你讲 你这是借口 你这是借口 所以陶飞 教你一个 陶飞是这样 教你一个方法 可能可以让你 也可以不刷碗 没问题 那么就是浪漫一下 可能浪漫一下 那个燕梅 就不会有这么多抱怨 我浪漫的时候 她不 你现在 浪费时间 慢慢走 浪费时间 慢慢吃饭 陶飞就起来 慢慢走 陶飞 这些他说 我就是 陶飞听张川老师说什么 我说一句话 可以吗 其实你的表述 就是说 我会浪漫 你在这个现场 给我们营造一个 对他的浪漫 我看一看 是怎么办 来 就在这个现场 对 对 除了没有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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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没关系 大家闭眼睛 我数一二三 我们一起来闭眼 好不好 但是那个 相同没法闭 来 摄像机也闭一下眼 来 我看你怎么浪漫 你觉得这浪漫吗 他很少听 从来没有 不是 你先告诉我 这个浪漫吗 我不觉得 他没有说话 其实你觉得 他应该说 对 他从来没有说过 比如说 我爱你 他说过我爱你吗 没有 你没说过我爱你 没有 有 可能我会贼的 成了没有 这个燕眉呢 看上这个黑小伙 你用中国话说 你上了贼船 下不来了 我去 这不好听啊 但是 我们听了半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爱他 我很理解你的父母 我要是我的女儿 找这么一个小伙 我也有点 刚开始有点犯难 但是问题说你爱他 我们也尊重你们的选择 就是说 为什么爱他 我觉得女孩子 之所以接受一个人 首先是在于 这个人是怎么样 是不是你认可的一个人 她的人品 比如说 她比较乐意助人 而她心肠特别好 第二个就是说 她对你怎么样 我觉得 在一些方面 她对我的一些 实际上是 很简单的一些举动吧 我觉得 实实在在去在乎 那我不客气地说了 你以前谈过恋爱没有 没有 那我 我替你的父母说 中国小伙也多得很大 你干嘛不找个中国小伙呢 我没有遇上了 没遇上了 这就是你遇上第一个 其实刚开始 她确实挺有差的 对 因为就是她的专业方面 或者一些 你看好的是一个潜力股 未来她会成为纪忧 是不是 所以我做生意吗 那就行了 好 来 她们关注的心 妈妈没有来 但是两位年轻人的朋友都来了 你是 是阿梅的朋友 他们其实以前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 既然他们走过来了 那些就不是问题了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幸福 安眉 我就想说 如果陶飞 他向你求婚 那么我希望你能嫁给他 我把我最真挚的祝福 送给你们 谢谢 陶飞的好朋友 是吧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的朋友白岩 他是天真人 一个艺术家 和陶飞认识 是在四年以前吧 我可以有两点告诉大家 第一 如果陶飞说请你吃饭的话 你必须要在外面先吃一顿饭 因为他的饭做起来 大概要四到五个小时 第二 永远不要考虑 吃孟加拉陶飞做的饭 因为他的咖喱 真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能接受的了 我明白你说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他第一次能把那么饭吃到嘴里面 已经是个奇迹了 所以他们俩相爱的话 或者结婚的话 那就是奇迹的奇迹 第八大奇迹世界上 那你这是看好啊 还是不看好啊 你允许我说完 还有一点 陶飞是我见过的老外里面 最抠的一个 只有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去北京 那他会找一个那种 你听话来讲 就小管嘛 完了 他倒没出现过那种 就说 就这样的时候跑了 但是经常性的就是 他坐在里面 完了 那服务员过来买单的时候 那肯定就要这样 后来我一直也不理解 后来我问了一下 我说你这样 你好意思吗 他说 你们我在里面嘛 完了 就这样 你是说他有那种 很聪明的智慧 相当的聪明 这到底是一种智慧 还是咱们说的 那个北京话讲 叫鸡贼呢 我想 我选择后者 你是他朋友吗 他又鸡贼 叫抠门 又抠门 但是 那他为什么 他是因为不太了解 这个习惯 他觉得 比如说你要付钱 你特别想付 那你是你的选择 我应该尊重你 是这样的 到底是你是他朋友 就是这个必须得有外力 就大家都说这是那个 扶不上墙的泥巴的时候 他说这是一块玉 你是我见到的 最会说话的亲友团的 看起来全是骂的 其实全在夸 谢谢 表达人不错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两位 接下来黄金六十秒 两位刺激表达 来 黄金六十秒 陶飞 其实是我 虽然没有表达出来 其实我心里 就是到现在 我见过女孩子里边 最爱的就是你 为了你 我已经留在中国的打算 我一辈子留在中国 然后为了你 我就不会离开 我自己的国家都放弃了 而且这个爱情你应该了解 所以我希望你肯定会接受 我希望他能说到做到 因为有时候他真的 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特别固执一个人 然后你跟他解释了很多次 这个事情这是中国 不是穆连拉或者什么的 但给他从来不接受 而且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俩每天几乎待的时间 很少很少 就是很晚到家 然后就这样 然后交流 沟通的时间也非常少 我觉得现在 我感觉到自己 有一点被忽视的那种 就是好像存在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跟他说 因为女孩子有时候 有些心里的那种 小情调或者伤感 这些的想找一个人倾诉 但是他听不懂 基本上 中国的一些 比如说成语啊什么的 抱歉 时间到了 我能再说吗 请回 就不变得电了 你用行动说吧 回去吧 你用行动说吧 回去吧 我都不敢说话 你也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其实在陶飞 做黄金六十秒表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女朋友的那种喜悦 包括那种动情 但是一旦他自己说 我希望的时候 一堆生活的现实 一下就扑面而来了 这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时刻 因为当两个人都走起来 就要订婚 也许在门后的燕眉 会考虑更多现实的问题 而选择 今天这个场合 订婚的决定 大家手里拿着表决器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来 表决一下 我 47.92%的朋友 觉得他们定不了 不看好 可能现实问题真的太多了 难道真的 爱情遇到一点小挫折的时候 现在的你们都愿意放弃吗 我不知道 一起数五个数 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我们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acz 三 二 都在 因为 有多少风雨 都是爱你爱的你 放开一首语诗 我爱你爱的你 就是爱你爱的你 不停不停不再爱你 有多少风雨 就是爱你爱的你 放开一首语诗 报告没有 好激动啊 很爱他什么事 来 我们请到我们的小花丛 等于没钻戒 巧婚哦 甜甜的说 来 好 感谢千金东尼佩吉 钻戏为我们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 来 打断面 激动的东西都不敢了 不信 他可不贵 谢谢你们 我可以现在将你亲爱的 嫁给我爸 你从一经里的手给我 如果你能想到做到 对 想这样 我再信你一次 这是订婚还是谈吧 好想你能说一句我爱你 他说他从来没听过 我们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我刚才说过 我见过的女孩子里面 我是最爱的是她 你这语太不对 我最爱的是她 她是谁啊 她 她 她 我在上面的 那这位女士 说她的大名好吗 张燕梅 我爱你 我爱你一辈子 你朋友说我亲一个 我没说过 你朋友说我亲一个 我没说过 余老师也喜欢看这的 亲一个 要亲妈妈 好 祝她们幸福吧 好飞终于把那枚钻戒带到了她心爱女人的手上 其实当她的女朋友戴上那个钻戒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这个男人身上最可贵的东西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 她要坚守的都是自己心里的那份东西 再次的谢谢这种恋人 看一下下队恋人所面临的现实困惑是什么 大家好 我叫亚当 来自大洋比安遥远的美国东北部 我叫乃达莎 来自莫斯科 我们就在第三届汉语桥在火流水上汉语大赛相遇的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完美 然后到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我也很小很小的事情会吵架 俄罗斯的女孩子脾气特别不好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俄罗斯的女孩子 要多了一个新年 现在我跟我之前的男朋友做朋友 只是朋友 我在杭州 他在上海 如果他经常跟他的前男友联系 又不在我身边 我的心里会很不踏实的 我就是希望亚当能够给我一点时间 就是把把这个 我以前的男朋友的事情放在那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觉不觉得 他有资格成为我的校王吗 我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真是要乐出身来 又是一国 又是一地 还有女孩子曾经放不下的一段前情 亚当能够让Natasha成为他的夏娃吗 今天的节目大家一起见证 来 掌声有请这对一国情侣 有请两位 叶当 男人25岁 美国人 现在的职业是主持人 Natasha 24岁 俄罗斯 调酒师 来 欢迎两位 老师 我们开始之前 我能不能亲一下我的女朋友 开始就要亲啊 今天过节嘛 我抵挡不住 为什么开始之前就要亲啊 因为我一看到 那么一会儿就控制不住是吧 对 我抵挡不住 说实话 结果会怎么样的 我们都不知道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亲一下 我这儿有个小背景 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对 说你们在汉语桥相识的时候 你一眼就看中了他 然后编导问他们说 你们是怎么表白的呢 我们看当时初见下巴的时候 是怎么样 我大概是这样子 我就说 那他想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好的 能不能成为我的女朋友 但是讲的是英语 讲的是英语 现在讲的是中文是吧 对 我脸红了 有红吗 中文 化妆太厚了 化妆太厚了 我想知道这个 大家可能认为你们都很开放 可是你说我脸却红了 是因为在这么多人面前 刚才觉得有两个小亲你可能不太好 是吧 也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说 那当你在片子里面说过 他会不会成为我的下巴 假设他能够成为你的下巴 你们是到莫斯科去还是到美国去 我想留在中国 你想留在中国 是的 你呢 我愿意留在中国等着他 你愿意等他 可以啊 等过之后呢 我觉得如果找到工作的话 找不到工作的话 还是要回莫斯科 在那边继续学习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异地点 异地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如果在莫斯科的话 他在中国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你在这个短片里说 俄罗斯的女孩都很脾气不好 暴躁 他会跟你妈比较暴力 暴力 他打过你啊 你打过 真的吗 骗人啊 骗人啊 我不会打人啊 我就是我会那个 我会生气 但是我不会打人 从来没有打过 你生气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这是大声喊 大声喊 怎样 OK 在短片里你提到了 你以前的男朋友 现在在一个城市 你有点不放心是吧 当然 因为就是 本来就是我要给他一件时间 因为我跟我以前的男朋友 时间很长 然后那个改四年多了 你跟你前男友有四年时间 对 然后我知道 我就是我很对不起亚当 因为我知道他 他肯定会就是不舒服 但是我跟他说过 我真的我没办法 我不能我不能不跟他说话 就按照这个中国人的说法 他们说这个江山移改 本性难以 可能你的那个本性是 跟一个人时间 在一起时间久 他就放不去 是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杭州那边 应该也有很多很多女孩子 我就是我一直 我如果去杭州看他的话 我们如果出去玩的话 一直就是他周围 有很多很多女孩子 我哪知道 哪一个就是 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我哪知道 她也不跟我说呀 我哪知道 她们是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 对 女性朋友 那我现在跟我以前的男朋友 也是只是朋友 她是我男性朋友 我知道我们有那个past 但是 那是什么 自私朋友 还笑 我听他这个话里有话 你在杭州有很多女朋友吗 都是 你的定义 我的定义是不一样 三个以上 他有问题 拜托我是男人 我怎么 我当然喜欢女性 我不喜欢男人 我没话 他的那个男性 男性朋友也不少了 不少 但是很好的朋友 这有一位 好 亚当有几个呀 有几个 我不知道 你跟我说 你幸福不幸福 很幸福啊 那你 你干嘛 现在说那么多 怎么了 我不想谈这个事情 你是为她的 今天的表现难过 还是为什么难过 我们昨天晚上 谈了一个晚上 就是谈我以前的男朋友 那个问题 我就 我 我 拜托她不要提这个 今天不要提这个问题 她还是 让我很生气 现在 男朋友不喜欢 她要我 一直坐在家里 做饭 什么事 我出去的时候 她不行 你希望她做贤妻良母 全职太太 你会吗 我不会 我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我现在就跟你说 我做不到 做不到 来 丘比托文件 三位专家老师 你们看到了什么 从我的角度 我看到的是 娜达莎 你这边 实际上 你内心里 还是爱着你原来的男朋友 你不是非常爱 现在的亚当 怎么会呢 好 说实话呢 因为四年的感情 其实现在你还在 纠葛 虽然东西方文化 不一样 但是缘分 是一样的 然后呢 两人爱情观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我倒不认为 你还一直 惦念那个男朋友 对啊 我这个 就是我们 我跟我以前男朋友的那个感情 那个爱情 我已经让他 转化了 对 因为是我如果一直想着 我以前的那个感情啊 以前的感情 那你不知道很累啊 我怎么怎么样 对啊 我就不能幸福了 亚当你太像一个中国男人了 太像一个中国男人 中国 他说你很像我 很像你 对 你当时你的恋爱观和骨子里的一些东西 包括对这个女友的要求 很中国 目前在我看来啊 你现在有一种双重标准 你要求女人的一些标准 和要求自己的不是一个 中国有句话叫做 只取舟官放火 不取百姓点灯 这个说的就是你 对 对他亲密 他敢同意我的话吗 他只要求你做到某些东西 他不要求自己 他告诉你了 我是男人啊 对不对 对 这一点不应该 然后第二点 你非常希望 那大傻什么都和你说 因为恋人之间是要坦白和信任的 对吧 那好 他跟你说了 包括他那四年的男朋友 包括每一步的这个心理过程 你听到之后 带来的是坦白之后的失落 但是他已经坦白了 没办法 所以 亚当给人的感觉是 你坦白吧 我没问题 我很强大 我可以接受 但是男大傻坦白之后 其实亚当是受不了的 亚当他说的对吗 阿赖老师 没准吧 没准吧 谢谢你 阿赖老师 我觉得他们俩 把他们看得太复杂了 其实他们很简单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 告诉我们中国的青年男女 老外跟咱们是一个德行 你发现了没有 我们原来对西方年轻人不大了解 以为西方年轻人是多么的开放 多么的浪漫 多么的什么什么 没那回事 你听了半天 两人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了 没有 如果不说一个叫亚当 一个不叫 阿赖老大傻 如果不看他们的面貌 这故事跟我们发生在中国任何一队年轻人身上 一模一样 既然今后前景不知道如何 那我希望你们俩 我跟你说一句 你们俩就骑驴看唱本 咱们走这桥 玩去 好吗 我认为只能这样 我不但 那你不能在圣诞节 拿来的意思是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太登对了 太搭了 而且是天作之河 真的 有不得你说 不是有不得我 他们两个人的差异性 性别的差异性 恰好是你们两个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我非常看好你们两个人 如果错开太遗憾了 真的真的 可不可不可 真的可不可 来我们下一环节 旁观者清晨 来朋友们 这位是 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亚当的朋友 你就是 拿大傻说的 经常在她生活里出现的那些朋友的第一是吧 是 从亚当刚刚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当时的亚当不像现在这样开朗 他当时就是 总是独拉主网 不喜欢与人交流 但是自从上了那期汉语桥的节目之后 他跟我们说 他已经找到了生命中的夏娃 也就是说 他遇到了拿大傻之后 他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更加开朗 更加活泼 就这都属于开朗了 是吧 过去你得多闷呢 脱太宽固了 我们也要感谢拿大傻给我们这个机会 去真正的了解到亚当的性格 他的性格里面有体贴 有善良 还有用情置身 他的朋友说了 希望你能订婚 接下来黄金六十秒 我们看看亚当有什么惊人之语 可以把你自己的下巴抓住 来 黄金六十秒 我也不想说太多 我就是 我最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然后你要知道 我在上海的时候 你不在我身边 我很想想念你 你不要想我 我在那边跟其他人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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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里就是你 现在 我很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 我特别珍惜 我跟你的每刻每刻每刻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你 我为你改变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为我改变一个点子 就是我们在拿到爱情保卫战之后 一直在谈到就是你的那个全那样 我希望你跟他以后不相干 然后就绝交了 然后就绝交了 以后就不见了 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两个就是可以成为一对夫妻 时间到了 还想听吗 规则是时间到了 你还想听吗 我 这是刚才 后而言之 说话的权力你已经没有了 但是你可以用动作去表达你最后想说的话 那他啥 看见他 我不想看他 他刚刚我以为都好了 但是现在终于这样 你突然我改变最后一个点子好吧 可不可以 这个我不能改变的 我没办法 他在上海是只有他只有我的一个朋友 我不能我不能为他丢了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丢朋友 因为我受不了啊 我只有一个 我只有一个朋友 你在杭州 我在上海 我在上海只有一个朋友 怎么会 我只有这么一个 那个情愿 我希望你 做不到 那你回去 那当然你站我旁边 你刚才有一段话 似乎把整个的这个大好江山都给丢了 那个是你 中文水平有限 语言表述的不准呢 还是说那是你一种真实的想法 你想娶他吗 想 你想娶他 你想让他嫁给你是吧 想 想 那你告诉我说 现在横格在你们中间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你刚才说的 他那个过去的男友吗 是 如果他仅仅把他当为一个朋友看 仅仅是一个朋友 而不是跟他绝缘的不来往 你是不能接受 当然了 我是无法接受的 真的 说心里话 我是无法接受的 可能 你是无法接受的 好 那得也请你回去 来 请关转门 这就叫风云突变 谁说西方人开放 用情不专 其实人类对待感情的时候都是一样 我们都自私 如何把这份对爱的自私 让对方感受得更清楚 我是爱你 不是一种自私 这就需要智慧 我们的大概在语言交流方面有限 就是大家的语言能力都有限 所以我们无法更深地了解 亚当和他心爱的这个女人 真实 内心的那种最真实的表达 现场的观众 想祝福他们吗 觉得他们会订婚吗 请大家来选择 现场73.2%的观众朋友 都认为他们要顶 来 我们一起数五秒 看看他们会不会 一起来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开门 赖亚当 峇合 一 飞剧 不是飞剧 不是飞剧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撮合一下 撮合 还需要我们的帮助 弥补一些东西 弥补 亚当 感情的事情 有的时候不是要求来的 对于你在他性当中的魅力 是用吸引力去吸引的 要求有的时候不管用 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你自己 把你的吸引力做好 让他更加喜欢你 谢谢老师 亚当 你支持一点 下台去找他 告诉他什么男人也不能代表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就行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最需要做的事情 不是在这儿听什么 而是应该去追 给他一个拥抱 亚当去追吧 好 大男孩和俄罗斯漂亮的姑娘的 一段感情故事 我们分享到这儿 在这个现场没有订婚 但是亚当说 我还想把他追回来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面 我们既感受到了不同文化 对爱情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 爱情的那份最真实的 最纯美的东西 祝大家节日快乐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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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